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林肯大郡有两个房子 当灾变发生的时候 实际人在那里忙进忙出的 当我们还来不及感谢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悄悄地撤走了 所以我当时就在想 将来有一天我假如能够加入这个团体 那该有多好 移民加拿大之后 当时加拿大分会正在演绎 《父母恩仲南报经》的首语剧 于是我就加入了他们的录影工作 回国之后 我还是继续参加这边的影视功能 当我在录影的时候 我都会专注于镜头的印作 每一次器官坚证的宣导会 分享者在引述他的外甥里 是个癌末的病人 他为了保持完好的器官能够坚证 他放弃了化疗 这种大爱的精神 让我感受到人性美善的光辉 我掉下了眼泪 从真善美的情路中 让我体会到人生的无常 还有人间的美善 所以希望透过镜头 将人间的美善传播出去 因此我把我女儿嘉丽 也带入《人文真善美》 来承担录影跟平面的工作 那是我的老师知道 我们妇女俩一起来情根 曾善美的这块福田